老师我之前有个当字 也是不会 然后不是在这里边 是个retreat retreat 怎么样 你帮我讲一讲 我不懂 你是什么不懂 比如说 就这个字用法 你在哪里看到这个字 就那天使徒形状里面的那个 我不知道使徒形状里面用的是什么东西 atly是吗 是这样吗 retreat吗 是这个字吗 对 ok retreat 如果做名词用的话 它可以说是一个避难所 retreat ok 可以是退后的意思 退 往后退 退兵 退什么 所以retreat这个字可以做名词 可以做动词 ok 如果说我们现在 有没有听过人家办退休会 在基督徒里面 退休会 有没有听过退休会 听过 退休会是干什么的 你告诉我 就休息的 就休息的 其实在学习的吧 ok好 我们一群人 我们十个二十个人 我们现在拉到杭州西湖去办个退休会 通常在那个地方或者在某一个山上 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有点像度假一样 我们那几天我们在那里一起学习圣经 或者说我们研习跟这个信仰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就用这个字retreat 这个就是我们的退休会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子用 所以retreat呢 可以是一个避难所 可以是一个退休会 我们我们中文翻译成退休会 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ok retreat就是我们从一般生活 正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退下来 我们不再那么忙了 但是我们退下来以后 我们专心的研究我们的信仰 所以是retreat 好 没有问题 没有了 老师 谢谢老师 好 你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差不多了 没有问题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我问一个吧 我问一个 能不能查了 我就跟着问一下吧 就算了 有些什么记性 优优独播剧场内